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說呢 3又4分之3乘上呢 3分之2 再加上呢 3又4分之3 呃 你呢 會不會有一個想法呢 就是說 欸 我趕快來算 這邊呢 等於多少 然後再加上 3又4分之3 這樣的方法呢 也是可以算出答案 不過啊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會發現 欸 這裡有3又4分之3 欸 這邊也有3又4分之3欸 那 如果呢 你稍微動個小腦筋呢 我們呢 稍微在這邊來個心中的小小OS 就是說 心中小小對自己對話 3又4分之3呢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什麼 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是 3又4分之3乘以1 你說 為什麼要這樣看呢 你想想看喔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式子呢 這樣寫 3又4分之3乘上3分 乘以3分之2 再加上呢 3又4分之3乘以1 好 這時候 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 兩邊都有3又4分之3 後面 後面又成不同的數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綠 有沒有印象啊 就是利用分配綠 好 我們這邊寫一下 利用分配綠的方法 分配綠有兩個方向可以做齁 分配綠 你可以呢 把3又4分之3提出來 好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把它寫一下 變成3又4分之3寫在前面 然後呢 乘上後面的這個3分之2跟1 我們用了另外一個顏色 3分之2跟1 所以乘上呢 括號 3分之2 然後呢 中間是什麼符號 中間是加號 這裡就是加 3分之2加上1 簡單的驗算一下 這個式子等不等於上面式子 是啊 因為我們用分配綠的話 把3又4分之3呢 乘上3分之2 然後呢 再加上3又4分之3乘上1 就是上面這個式子 所以 你看 利用分配綠 你把3又4分之3提出來以後 會比較好運算哦 我們就繼續算下去 會等於呢 3又4分之3乘以1又3分之2 這又變成什麼 就是代分數乘以代分數嘛 換成假分數乘以假分數 所以是4分之15乘上呢 3分之 好 這邊是1 3 然後這邊呢 是5 好 所以簡單的做一個約分 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多少 4分之25 好 最後呢 只要記得 換成代分數就可以囉 所以呢 這邊就是6又4分之1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 在算這個題目的過程當中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當我們看到題目有重複出現的數字的時候 就可以想一想 我們有一個很好用的定律 叫做分配綠 如果把它善用進來的話 會對你的計算很有幫助哦